跑去动脸的港台女星 第一位 邵音音 年轻时美若天仙的邵音音 经不住诱惑做了下巴 后来下巴撞破整个人的脸都变歪了 老了之后她的脸就像是巫婆脸 第二位 王心凌 当年清纯可爱的模样吸引了不少粉丝 但如今的王心凌鼻子和纯珠十分惹人注目 笑起来的苹果鸡走向奇怪 疑似整了容 第三位 杨丽金 年轻时虽称不上角色但也明念动人 但年过半百的杨丽金容貌有很大变化 以前的鹅蛋脸变成了很网红的尖下巴脸 第四位 郑玉玲 当初风光无限的郑玉玲还是个大美人 但现在因为整容过度脸都变得扭曲了 下巴和嘴都完全不对称 第五位 薛芷伦 曾经是倩语幽魂里的最美小青 步入中年后她的脸可以说是面目全非 下巴异常尖锐 眼睛也大得像同龄一般 第六位 黄夏慧 黄夏慧年轻时可是标准的美人 可惜后来整容成瘾留下不少后遗症 由于容貌怪异 经常受到很多负面评价 第七位 梨姿 年过半百的梨姿 脸和表情变得僵硬了 笑起来半张脸几乎没有变动 眼睛永远像睁不开的样子 你觉得哪位女星最可惜呢